2022年12月7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最近几周 葡萄牙医院的儿科急诊接诊最多的病人 无疑是呼吸道感染的小孩子们 据葡萄牙医院表示 这几个星期 几乎每天都是满员状态 急诊室中坐满了呼吸道感染的孩子们 而且不只是儿童 还有部分大人也受到了感染 急诊的黄色手环的等待时间 甚至达到了18个小时 据相关数据显示 这个冬季受呼吸道荷包病毒感染的儿童 约占20% 流感感染的也有20% 剩余的无外乎是冬季亦感染病毒 近期 蒲村天气较为恶劣 多个地区降雨严重 天气亦寒冷 潮湿 各位侨胞们也请注意保暖 尤其是小孩子们更是容易感染群体 科学已经证明 给鼻子保暖是预防呼吸道感染最佳方式 也就是说 继续戴口罩 点加号 点红心 点箭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